主料,彩虹雕一条,辅料,生姜,葱,泰式甜辣酱,料酒,老抽,味其鲜酱油,醋,盐,水,油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彩虹雕处理干净在两面鱼身上,各花两刀摸上少许盐腌一小时,生姜切片,葱切葱花,取一碗放入少许泰式甜辣酱, 再放入少许料酒,老抽,味其鲜酱油,醋,清水搅拌均匀备用,锅里放油烧热后,把油放进去中小火慢煎,地下煎至金黄后翻面,继续煎至两面金黄,锅中留底油爆香浆片,把焦好的碗汁倒入,煮开后放入煎过的鱼盖上锅盖中间翻个面,煮到汁差不多收干就可以了,出锅撒上葱花即可,烹饪技巧, 一月处理好后,在鱼身上抹适量盐,这样处理,鱼肉在煎至过程中不会粘锅,鱼肉也会紧实一些,烧猪也不会碎掉,二煎鱼用中小火,煎的时候不要随意翻动,各端起潮锅轻轻晃动,感觉到鱼身不粘锅可以松动了,才可以翻一面煎至, 三鱼是鲜我连淹过了,酱油也是鞋的,所以我没有再放言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